對這個吳主席來說 我相信他很辛苦 有很多的考量 他要考量到推最強的人 他要考量到那些二軍的人 心裡會不會受傷 然後如果受傷了 會不會影響到團結 他也很為難 但是最為難的應該還是 我們的韓國瑜市長吧 我認為今天對吳主席來說 找個強的人出來 對韓國瑜來說 對 也許我是那個最強的人 但是我又不想要因為我最強 好像有什麼特權 而去傷害了別人 那怎麼辦呢 這一招就叫做延期 我們把吳涵會往後延 往後延這件事情 給了韓國瑜怎樣的空間呢 今天我們解析給大家聽 三大空間 首先第一個 我們用韓國瑜跟王潛修局長 所說的話 我們來解析他們的想法 第一個 美國行之前心聲很緊湊 回國再談比較適合 確實二月新馬行 三月香港 深圳 澳門 廈門 看到我就有點怕怕的 好累喔 來 四月去美國 這一個出訪的行程完整之後 是不是可以蓄積更高的能量 大家看看在美國的表現 也許對於韓國瑜的能力 會更加肯定 這第一個 第二 王潛修局長告訴我們說 目前2020並不在 現階段的規劃之中 也完全沒有意願參加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所以他已經告訴你了 我不會領表 我是絕對不會領表的 然後 希望黨中央先跟其他的候選人談 就是剛剛我們一直在講的 如果你要徵召我 你應該先跟另外兩位談好 再來跟我說 所以綜合二跟三 告訴你的就是 我不要領表 但是也許我保留 為黨作戰的空間 但如果你要這個 為黨作戰的徵召空間成真的話 你必須麻煩拜託主席 先跟王院長 先跟朱前市長好好談一談 尊重他們 再來找我 這是很理所當然很正常 也應該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 來 我們先社長評論一下 我想現階段 我總的來看 我認為 現在是一個倒吃甘蔗 好事多磨的一個狀態 因為現在的這個時空背景 跟過去不一樣 我剛剛也查了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明朝的龍袍 要縫一件龍袍 因為龍袍 前幾天不是高雄市的民進黨議員 送個龍袍嗎 我認為那個龍袍不像樣 根本不是龍袍 那是唱歌仔戲穿的 對 可能唱歌仔戲都還不如 因為歌仔戲的龍袍道具 基本上還是滿細緻的 真正的龍袍 這個龍袍身上有九條龍 這個九條龍據說 要有一百多個 就是女的那個師傅 繡花的那個師傅 縫十三年才完工 已經衣服要縫十三年了 對 光是縫那個龍 就要縫十三年 更不要說其他的修飾 想想看 古代做龍袍 都要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更不要說喬人 這個人是世界上 最複雜的一個動物 所以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說威權時代 蔣經國時代 他要決定副總統是誰 或者說是 什麼樣的一個人選的話 他非常容易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用獨裁的方式 他可以用口袋名單的方式 我舉一個最淺顯易懂的笑話 大家應該或許都聽過 就是中三樓有一次 國民黨要選副總統的人選 可是名單沒有出來 然後秘書人員就趁 蔣經國上廁所的時候 就問經國先生 現在名單到底如何 經國先生在廁所裡面說 你等一會 你等一會 秘書人員以為就是李登輝 就立刻去公布 說就是李登輝 當然 這個你等一會 這個是一個笑話 可是這凸顯什麼 威權時代就是家大業大 黨國一體的時代的國民黨 一個人說了算 口袋名單是誰 就是誰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一個沒錢 沒權 被抄家 被沒收黨產 窮酸時代的黨主席 所以窮酸時代的黨主席 他不敢獨斷獨行 他沒有口袋名單 可是他早已經有的目標人選 我們看這個吳敦義主席 他這個頭髮都白了 我認為他這個頭髮白 代表什麼意思 他是有智慧的 他的大方向應該是抓對了 大方向是誰 就是推韓出馬 但是大方向抓對 如果做法錯了 來 我們這裡就告訴大家 如果按照吳敦義主席所說的 先見韓國瑜的話 很容易就被解讀成 用韓國瑜來對付 王近平跟朱立倫 那我想請大家 我們設身處地 好 你是韓國瑜 今天你是韓國瑜 你是韓國瑜 那這個吳主席要跟你見面 你要跟他說什麼 觀眾朋友 如果4月5號明天 馬上要跟吳主席見面了 我要跟他說什麼 我是要告訴他說 對啦 你趕快來徵召我 去幫我處理王近平跟朱立倫 還是要告訴他說什麼 我都尊重黨中央 你要怎麼說 先等我去美國回來 我不會頂表 不會參加初選 如果有意願看得起我 能夠為國民黨效力 能夠救台灣 照顧台灣人的話 那你先跟其他人瞧清楚再說 因為如果我是韓國瑜 我還真不曉得 4月5號見到了吳主席 我要跟他說什麼 如果我說 對啦 我就是愛啦 你去處理另外兩個人 那不就傷害了王院長跟朱立倫嗎 這個傷口無法擬平 如果我什麼都不講 那這個見面要幹嘛 就沒有意義了嘛 所以這裡我們有個註解 當然我們這個搞破壞的人 不是針對任何人 但是如果你要贏 你要保有最大的能量 不應該是讓那個能贏的人 去搞定這些搞破壞的人 而是應該是你身為主席 先把這些搞破壞的人都搞定了 再去找那個能贏的人 才能夠保有最大的能量 這個道理應該也沒有很難懂 回答 其實韓國瑜這個事情 從剛剛講到現在 大家可以知道了 黨中其實壓力也很大 因為黨中你看 曾幾何時要尋求外界的奧元 拜託 拜託15個縣市長 可以出來挺我一下嗎 拜託可不可以 可是我 對不起 突然說我這樣的話 到底壓力大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是吳主席 當然也許對不起 我想得很簡單 反正我都幾歲人了 我就留一個歷史定位 留一個如果2020假設 今天國民黨可以重返執政 台灣人民可以過好日子 兩岸可以穩定 大家不會不只會說 今天是某某人選贏 而是因為有吳敦義 把他排出外難給拱出來 所以吳敦義是很重要 歷史會記上一筆的 你今天這樣搏搏搏搏 他豈不是在耗搏自己 能夠留下歷史威名的 那個機會而已嗎 又正講這個其實就是重點 因為我過去在跑新聞的時候 遇過一個狀況 在2000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台北市長落選 照黨內的規定講 他不可以再選總統 可是當時民進黨的黨主席 叫林毅雄 他就排除萬難的 要讓陳維扁選2020的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許信良就沒有了 所以許信良兩次 是96年跟彭秘密 2000跟陳維扁 當時那個黨主席 他不是要上教的人 他不是做教者 他不是參選人 可是他讓一個黨 最有可能的參選人 當時其實還不知道阿扁會贏 我相信他自己都不覺得他會贏 因為是連戰跟宋徐 到後來完全的分裂把票 宋徐最後只輸阿扁30萬票 可是連戰那邊還有290萬 所以其實藍營多出了阿扁 260萬票 但是最後總統是陳維扁 2000年第一次正常輪替 他當時的造亡者就是林毅雄 他排除了所有的黨內的批評 跟責難 他就是一定要讓這個 最有可能當選的人 在夾縫當中 在十堆瓦礫中 冒出了一個小苗以後 他最後開花 然後結果 而且變成是個大樹 所以吳敦義主席 現在能做的應該是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我就很公平的 聽聽王金平 朱立倫跟漢國瑜的意見 漢國瑜他能有什麼意見 他現在就是高雄市市長 我要跟你講什麼 所以主持人 優生剛講就太對了 就是說今天如果有人會有壓力 有人要被罵 那就是吳敦義 但是你挺過了這個 明年2020國民黨執政了 所有的光榮回到你身上 你做對了 當時你因為這樣子 你可能被王金平不滿 被朱立倫抱怨 可是你讓國民黨贏了 而且國民黨的立委席次 如果說假設順利的話 還過半 還完全執政了 你的歷史定位就是這樣 你才可以繼續當主席 吳敦義主席 他已經超越主席 因為不是每個主席 都可以讓一個在野再回到執政 所以他的地位 跟在國民黨內就是 從此就永遠他有那個地位在 就像為什麼林英雄一絕食 民進黨要經到大地震一樣 因為他就已經在歷史定位 今天其實我們討論到現在就是說 當韓國瑜他確實本人 也沒有太高意願 可是他沒有問他責任 他那一次的深夜PO文 很多人都從正面表演句 他沒有看到背後有意義 他能負別人不能負的責任 我能負別人都能負的 也能負別人不能負的 所以就是大家覺得 我現在做高雄市長 我會做好 可是如果要我做的 不只是高雄市長 我也能 但是是大家要嗎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有人 做這些事情 吳敦義去問這些委員 問縣市長 都該 因為是黨主席 不能夠搞錯 搞錯方向 大家其實不希望他選 而我自己一頭熱 所以當你去探選的過程當中 你確實知道了這個參選人 不管這個人是誰 吳敦義 王津平 包含他自己 如果最後發現他自己最能贏的話 他應該要下來選 王津平 朱立倫 吳敦義 韓國瑜 不管是誰 只要這個人是國民黨 最能贏的人 身為國民黨的黨主席 就要有這種 雖千萬人無往以的精神 他要去把這些事情做到好 過程當中所有的 他要當MT就對了 他當主坦 他要去吸仇恨職 都來對我 可是最後能夠大量 他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破釜沉舟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認知才可以 這種狀況之下 最後韓國瑜會被這個主席所感動 才有可能成局 韓國瑜現在目前狀況 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一定要有出來 這件事情他還不是很確定 如果王津平跟朱立倫 可以帶領國民黨贏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有出來 現在看起來 我們一直討論這些點 其實有很多不是國民黨的選票 的這些支持者們 他們只願意投給韓國瑜 而這些人如果國民黨最後的 參選人不是韓國瑜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就可能不會 把票投給國民黨 或甚至不會投票 又或是投給其他人 這一點如果是很確定的時候 吳敦英主席去問縣市長該問 去問立委也該問 但是去見韓國瑜也該見 但是他就不要這樣子 大張其鼓的講說 我按照程序來 我都跟他們見了 他們都跟我講話韓國瑜 所以責任 這個人告訴我這樣做 所以我就去對他那樣做了 他只是中間完全是一個 一個仲介的角色而已 仲介當然就沒有負什麼責了 所以這個局要成 王靜平很重要 王靜平院長如果 他一直不肯釋懷 以韓國瑜他的這種人情義理 他真的也很難去對 王靜平講說沒你賣算 因為你民調沒 他講不出這個話 也做不出這個事 以吳敦英來講的話 吳敦英他基本上 如果沒有肯去做這些事情 去勸韓國瑜出來 而且去確定韓國瑜是最強這件事情的話 韓國瑜他基本上 他也沒有那個理由 跟那樣子的正當性要出來 朱立倫也是一樣 所以要成這個局其實很難 可是時間可以解決一些問題